北京时间11月18日 2021年世界雨莲巡回赛超级750级别 印尼大师赛结束第二轮 男单两大夺冠热门命运不同 桃田咸豆横扫进入八强 阿塞尔森惨遭逆转被淘汰 女单二号种子泰国的英达农 男双二号种子阿山赛地亚万 都在第二轮失利出局 男单赛场 头号种子桃田咸豆迎战印度的森 首局桃田咸豆早早取得领先 他以21比13先胜一局 第二局森迅速领跑 桃田咸豆几次追平 森都给予回应保持领先 在14比17落后时 桃田咸豆连得五分实现反超 21比19 他再胜一局以2比0获胜 二号种子阿塞尔森遇到印度的普兰诺伊 首局阿塞尔森一路领跑 以21比14先胜 第二局他乘胜追击 在7平后连续得分拉开 可是比分变为14比8后 阿塞尔森突然短路 普兰诺伊先起反攻 打出两波得分高潮 他以21比19颁回一局 决胜局普兰诺伊 又是后城发力 在12比14落后时 连续得分实现反超 他以21比16拿下决胜局 以2比1爆冷 淘汰阿塞尔森晋级 同样止步第二轮的 还有6号种子印尼的克里斯蒂 他以1比221比13 18比21 15比21败在印度的司律坎斯拍下 3号种子安东森 4号种子周天成 8号种子伍家朗 都顺利获胜晋级 女单第二轮 头号种子山口西 遭到韩国球员金家恩的顽强抵抗 两人激战三局 最终山口西以2比121比17 14比21 21比16获胜晋级 2号种子英达农 在先胜一局后没有保住领先 他连丢两局以1比221比18 12比21 17比21不敌队友查万 其他比赛中 新度 安喜盈 李美妙 高桥沙野家等种子球员 都击败各自对手进入八强 4分之1决赛里 山口西将对阵李美妙 男双头号种子吉迪恩苏卡木约 以2比021比13 21比19 战胜法国的科尔维拉巴尔 3号种子李扬 王麒麟 在德比战中 以2比021比13 21比16 淘汰队友卢静瑶杨博涵 5号种子谢定峰苏伟毅 7号种子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 均以2比0获胜进入八强 2号种子印尼老将阿山塞迪亚万 惨遭爆了 他们以1比221比11 15比21 12比21 不敌日本的宝木 卓朗小林优武 女双高顺位种子纷纷亮相 拿到胜利晋级 头号种子金招应 孔希荣只用了28分钟 就以2比021比3 21比4 倾取德国的埃夫勒洛豪 2号种子奥运冠军 波利拉哈游 以2比021比17 21比9战胜西班牙的阿祖门迪克拉莱斯 3号种子泰国的基地哈拉库尔普拉琼 加以2比021比18 21比12 立刻印度的庞纳帕斯基 第二轮里 有两队欧洲名将被淘汰 5号种子保加利亚的斯托埃娃姐妹以0比211比21 6比21不敌韩国的郑纳英金慧珍 6号种子英格兰的勃奇史密斯 以1比217比21 21比15 12比21 输给日本的新鲜制松田仓 7号种子日本的松本麻油英本县子 也在第二轮被淘汰 混双赛场没有冷门 种子组合都纷纷获胜晋级 头号种子普瓦拉努科罗塔拉塔纳查经历 一小时的激战 他们以2比121比17 16比21 21比17 险胜陈唐杰白燕威 3号种子日本的杜鞭勇大东野 有杀以2比021比19 21比11 淘汰印尼的毛拉纳班达索 埃利斯史密斯 法扎尔维德加 邓俊文谢盈雪等种子组合 都击败各自对手过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